各位好,现在是下午3点36分 今天的焦点股票当然是看刚刚公布了中期业绩的汇控 似乎听听的声气很大机会就在迟些公布这个 末期业绩的时候就可以回复派息了 股价应升急升,一公布之后冲过上去4月3日半 不过立即调头会跌,然后再慢慢地攀升那赛 怎样都试不上高位47.35的 现在就表现软一点,怎样好呢? 现在仍在升0.108% 那这只股票呢,我们不如看看它的资金流向吧 它的资金流向,怎样要特别说呢? 这些股票是大型股,大型恒指成份股 那暂时录得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是63-37就非常不错 证明在低位,今天的低位46的二池边呢? 那些大户买家的入市态度都挺积极和进取的 再看的就是这个比率高过过过5月 今日平均的55比45,暂时录得资金淨主动买入也不错 这一亿2600多万,是高过,明显多过平均的4323万的 还有就是,涨成交金额比率去到13.24%更高 那么,不要小看这些买盘啦 暂时虽然在高位回落,46.65 即市阻力位就下压到46.75 那么,下面呢,46.35也有些支持的 那么,上一级的阻力就是47元啦 那么,简单点说完汇控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看看那个五大指数 五大指数,现在呢,今早早也挺不错的 但是,现在就回落下来 只剩下红筹指数的微升0.04% 那么,其他指数又怎样呢? 恒指,没有什么升跌 科指,不算很大升跌 跌幅0.21%而已 国企指数就跌得多些,接近0.5% 跟着综合指数就跌0.1% 升降股票数目就五个指数 看来全部都是跌多个升的 那么,就证明那些大户就托着 少数的指数成分股 然后是其他派货的 那么,在升到去 我都说过了,恒生指数265.60 很重要的关系 那么,一早跟他说了 升到265.60的前边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沽盘了 压力会越来越大了 不是吧,不可以升过去 但是,大家应该有这个心理的准备 那么,跟着呢,我们看看 恒生指数期货阴阳速小时图 今次做日开的时候 就曾经跌穿过保利加通路中族 那么,保利加通路中族 很快就变成即市支持 那么,暂时还在上面 那么,我们看看指标就不太好看了 RSI 跌穿了5小时平均线 MACD 一向淡 那么,暂时1个,2个,3个,4好 两淡还是叫做 向好的形势 跟着呢,在国企指数期货 就应该差一点了 是吧 没错了 那么,现在就已经跌了 保利加通路中族 一个淡,SAR 还是好 RSI 淡,STC 淡,MACD 就是一组淡,是4淡一好 是向淡的 向淡是不是差很远呢 恒生指数期货 和国企指数期货 表现差很远 科技指数期货呢 受的情况就是 一好两好 这个淡了的是STC 的%K 就刚刚回到2%D下面 三淡两好 是偏淡的 那么,看来即市形势很一样 那么,如果这个星期四 十月份期货的期权 到期之前,一开局 这个星期就淡有先 略为控制大局 我不会说他稳夺市场控制权 因为呢 好像太早了 淡有功德 如果今晚美国好些 或者有什么理好消息呢 明天讲过来 就轮到好友反攻上去 我始终觉得呢 他都在现在这些水平上 上下不会太大波幅之内 这个范围之内 结算的机会是较大的 那么,一会儿我们重点分析的股票呢 将会是 这一只的 1810小米了 那么,我们收了一张图子之后 看现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沽比率 现在是报55比45的 就是仅仅支持上升动力 那么这个比率是略低过 应该低啦 低啦 低啦 58比44的平均数 但是资金准主动买入呢 就有62亿 低过平均的82亿 呃 占总成交金额比率呢 6.29% 不过不失呢 可以说 不过不失 只可以这么说 暂时 今天到现在的成交不少 如果相对上星期五来说 看的税都是 都有较大机会是多过的 计算那些收市后竞价时段的金额 看最后多不多过 多不过都很接近的啦 但是都是近期的低水平啦 然后我们看 33个行业类别 33个行业类别 资金准主动买入最多的三个 是软件服务业 汽车业 和公用事业 分别的金额是19亿左右 8亿左右 和6亿多的 那么他们的主动买沽比率 就没有一只够60比40 所以就算很突出的 而33个行业类别 所属股票的升跌情况 暂时看到 表现了化学制品业 升了1.17% 公用事业0.40% 工业0.6%左右 他们的主动买沽比率 亦都是 一般随了第一位的 化学制品业 66比34 他们的买盘就 平均计的升势就好些了 平均计 那为什么升势会好些呢 我试试按一下 表比在化学制品业 那我们看看 升势 煽动主动买 原来有 一只股票升了10% 这就是660 伟进生物科技 接着就有 头三位 第二位是8.8% 第三位是6% 分别是东岳集团 和泰达生物 这就是189 189 和这只6189 和8189 sorry 8189 这是很小的一字 8189 就是这个创业版股票来的 那不可以作准了 不如我们顺便 橫店开开 看看资金正主动买入的情况是如何 就是这些 这些是表现好些的 就是资金正主动买入的 是一只多了 其他都不用看了 第二位就是 调刷了 按多了一下 不好意思 第二位就是只有几百万 八百多万 刚才看到 第一位就是一亿九千多万 要看了 就是东岳集团 主要上升动力来自东岳集团 你这么说 应该表现最好 接着呢 我们看完这个行业类别之后 我们再看 到现在为止 托价的主要的被动买卖券商 头五位 就分布在五只不同股票身上 买盘 压价就是压着快手 有三间 美林 Credit Suisse 和Morgan Stanley 另外两间活跃一些 JP Morgan 和高盛亚州 那些北水 就去到第七位 和第九位 不算很活跃 今天他们入市 接货 或者派货的情况 500只行生 综合指数成份股 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 头五位 有四只暴升 一只跌 跌的阿里巴巴 正在升 快手 比亚迪 港交所 和中远海巷 资金正主动买入最多 这只零零丁丁 多了13亿只快手 其他第二位 就只剩5亿 阿里巴巴 至于这些年价 看一看 有没有高过加团平均价 有 比亚迪 很漂亮 见过305元 和你说了 250元 这个价格真的不穿 记不记得我怎么形容 我说 一个价格也不穿 穿成一个价格之后 我说一定 我不会这么说 很大机会飙升 果然 205元 295元 一穿 现在是305元 最高的 还有什么再穿呢 不用心急 明天我会和大家详细分析 这只股票 比亚迪股份 告诉大家 它可以升到哪里 上升空间 有多大 再升空间 然后 除了这只好之外 看错误 港交所 也是高的 加团平均价 而中央海控 也是高的 只有快手 阿里巴巴 是低的 加团平均价 不太好 虽然快手 升了5% 相对地 中央海控 也会升5% 比较好 主动买股 比率 全都是955元 比45元 而965元 比35元 都特别多 就是快手 和 特别是中央海控 代表分别是 99.3元 和11元 99.3元 快手 中央海控 前面的主动买盘 非常积极 买家的入市态度 非常进取 他们的低位 如果收市维持 我们应该当是明天的 什么 即时重要 支持位 量比不算太多 不断纳一纳 资金净被动 买出 货货最多是什么 工商银行 腾讯 中国电讯 中国移动物 海螺水泥 我详细情绪不分析了 我评几秒给大家看看 分析的道理 也是这样 OK 好了 因为这不是大跌市 大跌市 我可以分析 然后我就不分析 主动买入最多的 不要建议你捞底 说完这个 我们来说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我现在最新呢 是报这个 45 49.1 那跟今早上开 今早上开 今早上开 8.9 8.9 大概在这里 一路上升了 不错 但是最新是报 45 487 现在最新是报45 485 45 485 刚刚跳了 45 485 我打不及了 不如就和大家更新了我的X核表 先 45 485 如果这样看 合理值现在是恒生指数26147 升20点是合理的 不过现在恒生指数26100 是轻微 略为偏低0.2% 其他指数方面 除了红筹股 也有很轻微的偏高0.06%之外 其他三个指数都是偏低的 偏低幅度与国企股表现最差 是0.614% 日经就收了市 收市 价比现在偏低了0.8% 上海 都收了市 深圳收了市 就偏高 比美资期货 所以今天港股表现是自己差一点的 还有就是看行生指数 最高就见过26213 26213 就未到第一个即市 还要左右 这两个位置差不多了 26232 最低是25930 25930 到第一个即市 还要支持位 过了一点点 今早就跟大家说 这两个位置的范围 大部分时间 有轻微跌低过 短暂跌低过 但是呢 大部分时间都在范围上落 预测也准确的 正如这个表 其实是挺有用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说 EAS估计结算价 那个结算价呢 我又来看看猫子 所谓猫子 我的手机 我把它拍下了 手机拍下了 那个银幕 不是银幕 对不起 这个是银幕 看电影就是银幕 是26096的 就是到现在是升了 整体来说 国企指数 既是期货其权 不说的 就明白了 就是9324 都是升 但是升幅不够强劲 科指期货是6739 都是升 OK 但是可惜 现在这三个EAS 都是低过合理值的 而加上三个指数 都是低过EAS 所以收市前 国市很难大升 那就是站在现水平 或者轻微反弹 那已经心愿意足了 好有应该 那我们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讲 今天重点分析股票了 好 今天重点分析股票 是1810小米 小米 小米 我先说 都反复的 开始见了个低位 22月3号半 然后急升上去 22.48 最高22.48 然后又回落分 再试一次低位 22.3号半 在偏低的水平上下跌 如果我们看 这里是红色线 什么人文 红色线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上日收市价 前收市价 22.6 这条线没什么特别的 告诉大家 是升一跌 在上升下跌 下面又跌 下面又成交了 那这个股票 给加权平均价呢 在哪里 加权平均价 现在22.4 就低了加权平均价 另一个利大的现象 这些股票的历史波幅是36 比恒生指数的10 19 这就见过 跌回好 19 就不够两倍 那倍多 那就一定的风险了 买买股票 再看的就是 这个小米的 啊 我刚才关掉了 那个表 我忘记了 我开了回控 开完就关掉了 不应该关掉 开给你 就 应该是 正圈的 正圈 先几天呢 有个 有个读者 送个message 给我 他说 你应该读证券 不是证券 他很深提我 但我告诉你 这个字是读证券 不是证券 很多人都读证券 我知道 但是很多人的东西 多数都是错的 我未必是错的 但我们 研究过之后 是应该是一个券 券商 不是券商 正如市场下 大部分 在市场上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不跟人 明知他们错 我不跟他们 很异常 那你就没有个人去主见 没有自己的形象 好 接着呢 1810 我们先看 非省的主动买股 比率53 比47 不及格 代表上升动力 未获配合 小心会再远一点 低的平均是55 比45 绿德资金正主动 卖出4千多万 过去五个交易 绿德资金正主动 买入2亿7千多万 即是差了 你看到一路一级 一级下来的 这个占成交金额比率 也有5% 咦 又是真逆 不可小趣 不要小看 今天到现在为止 这些下跌动力 暂时的收益 22.5毛半 成为即是重要的阻力位 已经 一般的形势 成交分析方面 看标准自动对盘 标准自动对盘 没错 看大的 大户的 交易 单中交易 有时85宗 主动买股比率 这个 58.42 也不错 反而大户就不错 就是刚才 中户交大户 就一般 但是只看大户 就不错 加拳平均价22.573 如果我们看 特大户加超级大户 这个没有超级大户 因为全部不加千万 每一张成交 就是只看特大户 50比50 就一般 加拳平均价22.559 即是说 今天 数货的主要 交位积极的是哪些人呢 就是普通大户 就是 每一张成交金额 是介乎200万至500万 这个范围之内 我可以看 再详细看 看我这几天 一路推介你用的 快点申请免费使用 两星期的 经济通 MQ强化版 入面的串流报价服务 我给你一图去看 你就会看到 分开了五种不同级别的 五种不同级别的市场 就是他们 在市场里面做些什么 哪些人 入市态度 进取一些 小米 托价的 主要 我们不如看 915万 大新政券 中国投资信息 中信里昂 政券 都是1500至2000万 资金症被动买入 或者下面的 资金症被动买出 最后三位 就是高盛亚洲 ABN AMRO 和JPMorgan 增持区域 平均22.50万 最后 图表 图表上 看小米的日线图 今早上还画了一条线 还在下降轨上 看高位在整固 整固是什么 正常来说 整固是两个方向 一是 向上突破 变成 1,2,3,4,5 再升 一是 升完 往下突破 A,B,C 升完跌回来 新的跌浪 去哪边呢? 不知道 第三个情况 是什么? 继续扎幅走久一点 基本是小一点 根据我的经验 日线图上 暂时 RSI 在五天平均线下 利淡了 其他四个指标都是利好的 所以指标 五个之中有四个是利好的 我们叫做短期形势向好 如果你要入市做短线买卖的 应该是可以用中注的 不是看这张图 中线的长线 也不是看这张图 中线的长线 中线的长线 也不是看这张图 先说短线投机 先说短线投机 那你真的要拼上去的话 有方法的 你拼得上去 你一定不会是拼 目标 不会把目标 放在这个高位 即是23.2 这么矮的 你一定是放高一点 放高一点 有两个方法 这个位置是23.2 OK 先对清楚 没错 23.2 那这里有几个星数 是由19.86 19.86 这就是由 我假设是123 这个小浪 或者是微浪 小浪 123 45 正在 1浪起点 升到3浪中点 即是19.86 升到23.86 那我们就 再由4浪的中点 暂时看到是这个 暂时看到是这个 暂时 暂时 2.05 那我们可以计算到 22.05 打错字 0.5 那你就计0.618 目标将是24.114 那你抄下这个 24.114 那就是第一个计法 那你再看一看 这个明显的高位 23.4.5 是未过的 即是 现在未过的 那到时 也会过买的 即是说 到时 现在就未过 现在到时 24.114 会过买23.4.5 那如果过买之后 那又有另外一个计法 那么 你说 再推上 哪个明显的高位 那叫 significant high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多少 25.9 那25.9 我们就可以做另一件事 对了 25.9 跌到19.86 反弹的0.618倍 原来是23.5.9 5.9.3 那就是说 你到了刚才我给你24个几个位 即使有回徒 站得到23.5.9.3 是有条件 试试这个高位 这个 这个 我刚才在哪里计算 我刚才在这里 20 没错 25.9 有条件升上25.9 那如果再升上25.9 我再计算 行不行 行 你就将这里改了 不要看25.9 跌了 你可以由这里改 这里就是26.05 那你又 除了这个数 23.59 之外 你改了 26.05 你又会得到 另一个 0.618 下级的位置 就看23.69 2 那都是不够的 都是不够 24 那你就 偷步 不是偷步 进取些 由26.8 看清楚 看清楚 26.5 26.5 这个是26.6 旁边的26.8 高点 不是 20 6.8 27.8 半 高位 我看错 我看错 27.8 半 这个就是27.9 应该是27.9 数起 就这个 27.9 数起 你弹上去 就是由 27.9 一直 弹上去 这样算的话 你就可以 把目标 放在24.8 2.9 数来数去 原来24.8 24.5 25元前 也有很多阻力 建议大家 博反弹 看刚才那些位置 算了 这是短线的 中线又如何 中线 除了看我的中线排行榜 它有没有上榜 卖不卖得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 24是多少阻力 来的 下面有个位置 很重要的 这个位置 就是20.6 半 21.5 这个位置 就是 19.86 曾经跌穿过 现在就回到20.5 路半 上面 一定要站稳 站稳 站稳 才有作为 反弹多少 就是一样的量度化 刚才那些位置 一样算出来 只不过是日线图 进修线图 看指标 12345 只有2个利好 RSI 和STC 3个利淡 整体来说 中期形势 是偏淡的 所以 不适宜持货 中期 这只股票 再简单看 月线图 月线图 长期形势 长期形势 就是SAL 淡 保力加通道 刚刚就好 看看能不能捱到 星期五 即今月 远 淡 淡 三担 一好四担 那怎能捱得呢? 这些股票 用一场线 好了 这段投资影音分析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收看 来